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雨昕 欢迎收看遇见大人物 现在可以说是全民封股市 根据了台湾证券交易所的统计 截至2021年底 台湾股市总开户人数 已经超过了总人口数的一半 高达了1200万人 也等于说就是大家都在封股市了 当然投资人都希望在股市可以赚到钱 可是我们好像蛮常听到散户 老是被割韭菜 埋在高点 卖在低点 投资怎么都是产赔收场呢 在今天聊到这个话题 我们就很荣幸邀请到了 在台股拥有20年投资经验的 东方晋股份有限公司的 创办人彭烈靖董事长 彭董您好 雨昕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另外一位来宾是 东方晋的投资课程部的 陈廷恩经理 陈经理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在节目一开始来 大家先来看到我手上的这一张图表 这是整个10年以来 来自近10年以来台股一个开户数的统计 尤其是在3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 新开户占比已经连续两年年增了20万人了 看到这样的数字就表示说现在大家真的特别关注股市这一块 那这个数字呢 这个数据出来除了显示出台湾股市交易热落之外 同时也凸显出了这一些缺乏投资风险意识的股市小白 好像比较容易会成为待宰羔羊吗 在一开始我想问一下彭董 你是怎么看这个数据 你是怎么看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们对台股整个风靡的情况 投资年龄下降它是一个趋势 未来投资的人数它也会持续的增加 可是不管这个人数如何的增加 但是这个市场永远它存在着一个八二的法则 这个八二的法则它其实永远不会变 它就是永远只剩下两成的人口 它能进入到这个获利的阶段 那我们一般人在市场 它必须经过5到10年的一个历练 这5到10年的一个历练 才有机会进入到这一个 两成的获利的投资人 我们公司花了很多研发的人力跟资金 去做这一部分 想到的就是这些年轻人 他进入市场 他怎么去做准备 怎么去看到这些市场的一些陷阱 让你当这个久债的时间缩短 等于是在股市里面当这些股市小白的一个很好的老师的角色 对 我们准备了用人工智慧 用程式去做辅导 去做练习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安排 预计一年 从5年到10年 希望把它缩短到一年 用一年的时间去做学习 去看片过去所有很多股市的资料 重复的去练习 这样你就成为 可以成为稳定的投资人 目前我正于高雄科技大学 安排每个月一次 大学跟硕士专班的实操的课程 这个课程就是由我亲自 由我亲自去授课 所以我们对这个理财教育的热忱 不是只专注在公司的获利 更注重的是年轻人进入这个投资市场的教育 当然年轻人封股市 可是我们如何找到这其中的美美格港 这个才是特别重要的 彭董创立的东方进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就是开发人工智慧 同时是运用在台股分析上 就是希望可以借由很完善的人工智慧 还有一些数据的分析 要来协助这些股市的投资者 给大家一些方向 我想请彭董事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东方进目前这一套 人工智慧的分析系统 它有哪一些特殊的功能 还有它有哪一些的作用 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的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公司系统 自己产生 自己研发的一个现行 那这个系统它会自动去分析 这个台积电它所有历史 它的波形 它的走势的样貌 然后计算出来这一个数值 这个可以给各位投资人做参考 那因为在这个长线的分析里面 我们需要跟 我需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它跟大力光其实有相同之处 那相同在哪里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大力光的走势 好 这个是大力光的走势 这大力光的走势呢 它前面走势跟台积电差不多 对 然后后面它产生了一个爆充的阶段 大概这个也涨了六七倍了 那我们再回到台积电 你看大家看到台积电 一样前面是走了一个和平缓的还涨的走势 然后到了这边也是做了一段的爆充 冲很高 那看到这里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觉得说 这个前段跟大力光刚刚第一段是很相像的 对 很相像 好 我们再回来看大力光 好 你看大力光后来 后来它走完第一个爆充走势以后 它后来从三千跌到了一千五 这个回档你不要小看 好像短短的 好像短短的可能只有一年的时间 可是它跌了五成 它跌了五成 那跌了五成之后呢 你再看它爆充在第二段就涨到六千 从一千五涨到六千涨了四倍 它先跌了五成 后来涨了四倍 这才是真正大力光的高点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台积电 那后面就不需要我想像了吧 它跟大力光的走势 后面会不会一样 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观察 它一样是一个高成长的股票 我们的台积电从2020年以后开始爆充 从两成到今年 它的成长已经进入到三成 那明年公司估计保守一点 它可能说还有两成 但是你要注意它还是在成长 不管怎么样它还是在做一个高成长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才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它跟大力光的一个走势 它们在前期是一样的 所以未来这个600多块 如果说它跌回340 680跌回340 再涨4倍 我们不要说涨4倍 再涨3倍 刚好就是大家说的1000块 所以透过这些历史数据的还原 就给了一些投资的方向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董事长 您当初设立东方进的起源是什么 还有据说将公司命名为东方进 这跟家族是不是有一些关系呢 烈进是我祖父取的名字 后来弟弟他取名为文进 我们一个武 一个文 但其实他比较武 我比较文 他是运动健将 我是在研究股票 所以其实名字它倒是 都是我们祖父取的 所以我们公司就以东方进 这个进 我们的名字都有一个进 所以我们以东方进 其实为了祭奠祖父而命名的 是 那其实您的亲友据说也非常赞同您的创业里面 而且也很看好公司的愿景 所以也纷纷益助投资吗 对 那公司股东他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 都认识我们很久 从父亲时代 当然也有我的朋友 所以其实最了解我们的就是这些自己的人 所以我们在集合这些力量成立东方进 那我们也效法这个投资大师巴菲特的理念 我们做长期的投资 这些资金我们做长期的投资 并将公司的成长与股市的获利 我们会分享给股东 那您其实有听到您的父亲 父亲彭伟荣 他听说以前也是主力派的分析师 我们能不能谈谈您父亲当时投资的情况 还有操作的一些方式 当然这也对您的投资理财观念 也会产生了一些影响对不对 对 父亲大概就是我会走入股市的最重要的人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就担任了轰天雷系统 跟宝莱集团如塑系统的分析主笔 当时他就是股市的第一老师 因为那时候老师也很少 他自己在股市里面的研究很深 他的政商关系也很好 所以他也认识了很多的主力 所以他跟如硕的宝莱集团 也有很大的一个联系 他当时教了很多的分析师 也有很多主力 市场的主力也去请教他 所以他的一个分析的理念 他充分地理解这个市场的运作 那这个运作正所谓孙子兵法里面 你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现在的股市主力它变成外资了 那我们其实主力的手法不变 万变不离其中 主力也要遵守这个投资循环 对不对 他也要买低 他也要卖高 这个才是主力他最想要做的事 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增加这个投资效益 跟我们一开始开头 我们做贯穿 就是要了解这一个投资循环的周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我们会去看一支股药 它所有历史的图 这是现在外面大家比较不习惯的 大家喜欢看短线 但是我们一看 可能是看了数十年的一个资料 你才能看得出来这个台积电的全貌 我们才能彻底了解 原来台积电过去的几十年 它在还涨 那还涨急跌 还涨急跌 这个就是多头股票的一个架构 那彭总的父亲曾经担任过 轰天雷系统的分析主笔 所以在身上留着对于投资的 热忱的这样的协议 那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陈经理了 听说您的阿公跟李登辉时代的财政部官员陈述 不只是好朋友 还共同合作成立了大数据金融社团 是不是请陈经理来分享一下整个事情的始末 还有大数据金融社团现在的状况 以及业务的内容呢 好的 是这样的 这个社团呢 我们回归到它成立最早的时间 那最早的时候是在1996年 当时是台海第三次的飞弹危机 那整个台湾陷入了恐慌 股市也不例外 那陈述先生当时作为行政院的官员 接获到当时的行政院长肖万长先生的指示 需要寻找护盘对策 不然当时的股市可能就会一落千丈开始崩盘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联络了当时的非常多的主力 那最后呢 经由了保来公司的副总 向陈述先生推荐 那因此有认识到了我的外公 那也这样子有了机会 让我的外公亲自到行政院去拜会陈述先生 那也顺利的把那一次的危机给度过了 所以现在股民应该对那时候也许会有一些印象 好 那也因为解决了这一次的危机 所以陈述先生也非常的感谢外公的协助 他后来也有亲自到新竹来拜会过我们 OK 那时间过去了20年以后啊 我们在第二代跟第三代接手的时候 我们发现现在的环境跟过去的问题有一点不一样 现在的股市环境啊 反而出现了很多诈骗的问题出现了 例如说我们可能会有国小 不是国小 国中的学生他因为很多的诈骗被骗了六十几万 到高中就欠下数百万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个金额 这是在过去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研究这个问题 那后来我们发现是因为国中的学生 他们不了解这些金钱是如何辛劳的赚来的 他们不了解赚钱的管道 所以他们就去相信一些 比如说一戏致富轻松赚钱等等的陷阱就这样陷进去了 所以我们将这样子的问题分享给陈述先生以后 我们就决定开创了大数据金融社团 这个社团陈述先生也非常的热心把他所有的金融知识 都传给这些小朋友 小朋友是利用这个社团去学习到基础的金融知识以后 那未来他就会对这个诈骗 对金融是有一些信心有一些警惕度的 所以那现在都是每周四在国中定期的授课 那现在可以说真的是全民封股市 但是大家在封股市的同时 我们要如何找到对的方向 还有如何观察 甚至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针对这个方向呢 好 稍后专家也要给我们建议了 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张雨昕 欢迎回来遇见大人物 东方近传承了半世纪的顶尖投资思维 不只是致力于人工智能的软体研发 同时也乐于公益 还有分享理财的知识 据说你们还到学校去指导学生 就是希望培养他们从小就有这样的财经知识 想请陈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到国中校园去落实 整个公益投资讲座的观察 还有整个状况 好的 其实有这样的机会 对我或是对学生都是非常好的机缘 因为像前面所提到的我家里其实就是股票市家 那我其实比别人更有机会提早接触到股票 但是我在国中的时候 其实对投资这两个字啊 是非常的抵触的 为什么我会抵触它 因为我会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轻松赚钱的管道 我钱放进去过一阵子 它就会变多了 你觉得不可能 对 我觉得这个太不讲道实力了 所以我那时候很抵触这件事情 所以一直到我大学的阶段 因为同学也开始在炒股 就有这种刚刚前面提到的现象 那我就开始了解这个市场 那我就发现这个市场啊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简单 它里面是有无数的经验跟技术去累积的 所以我就很后悔 为什么我明明比别人更多的资源 我没有好好利用它 所以我就觉得 当我收到有大数据金融这个社团的 开课的消息之后 我就马上准备了一系列的课程 那就赶快到了学校去授课 那刚开始授课的时候 其实就会发现 学生跟前面讲到的状况非常像 他们没有 就是对金钱的概念很薄弱 他们都会想要买一些奢侈品 买一些球鞋 就是时下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那他们对投资理财就非常的 没有任何概念 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授课 那到后面慢慢就会发现 他们有一些改善 就包含我前面讲的那个状况 他们会了解到投资 其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他是应该要脚踏实地 学会正确的投资观念 才去把投资的钱放进去 让自己的理财成功 对 OK 所以当然在校园这一块 等于是你们从他很小的时候 就给他们一些正确的理财 知识理财观念 那讲到彭董跟陈经理 其实是深究关系 而彭董传承父亲的投资精神 算是第二代 其实您过去20年征战股市 也有一套自己的投资心法 那到陈经理这边 哇 就已经是第三代了 那您除了到国中校园去传授 你刚刚讲到的这些金融的知识之外 在最近也到高雄科技大学 来举办免费的财商知识工艺奖座 更特别的是让学生来模拟整个账户 来实际操作投资的状况 是的 那我们会到高雄科大去做这样的课程 其实也是前面的状况 但是大学生他们面对的事情 又更不一样 我们现在对于时下的年轻人 有一些既定的愿景 就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去买到房子 车子 那当然起膝生子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对于年轻人有非常多的愿景 所以会有一种压力 这个压力就会让他更容易被诈骗的陷阱 给骗进去了 所以我们就发现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广开解决 不然前面讲到高中被骗了数百万 那大学生就要几千万 一直累计负债 是 随着你的越接近毕业 你的负债反而越来越多 这个不是我们乐见 所以我们在今年就跟高雄科大的 跨领域智慧金融研究发展中心 去做合作 有了初步的产学合作 那在上个月 我们也有到高雄科大去做授课 那这个授课的内容 其实我们慢慢的去往社会人士去发展 为什么 因为社会人士面对的问题 可能又比前面的学生再更复杂 没错 那我们为什么要从大学开始走呢 其实是因为大学生 尤其是这种金融学院的学生 他们花非常多的时间 在做学术知识的专研 所以他们在学术知识上 绝对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甚至比在座我跟彭董都还更厉害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他们 是因为在学校的教育里面 他们对于自己会稍微有一点没有信心 因为他们到股市会觉得 这是真的钱 我10万投进去 突然间就没了 会怕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模拟系统带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字卡 这个就是我们的模拟系统 它上面可以去模拟你的本金 你的操作 那透过我们的 刚刚讲的趋势线去做辅助 那除了这个是电脑版的页面以外 我们还有准备的是 手机版这个东西其实是现在 10下年纪人最常使用的 因为电脑反而有一点不方便 现在都是从手机上开始运作 那手机的功能就更厉害了 它还有很多的是我们的指标 例如说现行股票 它未来可能会怎么样走 它现行的状态是怎么样 这也从手机里面看得到 那就利用这样的科技 去结合到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的教学 这是产学之间的黄金组合 因为前面讲到了 学生能够补足他的实战经验之后 他在踏出学校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有机会成为股市界的主力 这个是我们期待的 就是你在学校就养成了 你可以征战沙场的能力 对 那除了画面上 除了刚刚讲到的字卡 在画面上各位可以看到 是我们假日班开放给社会人士学习的 那就是希望社会人士 如果在空闲之旅 也就是假日的时候 能够回到学校 补充一下自己在股市里面的知识 那相信你在投资的时候 有了这些知识的补充 你会更加的顺遂 那也会因为这个知识的补充 你会更加坚定你的投资选择 你也知道你的正确投资是什么 之后如果有任何的诈骗 像现在三不五时就会接到一个电话 说要不要投资 我这有一个很推荐的股票 这种都是诈骗 那你听到这种你就很有警惕 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 对 想赚钱很重要 但是不能被骗到钱 这真的是最简单 最基本的第一步了 那么针对刚刚这个 陈经理手上拿的这个手上的手机 这一些数据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之外 彭董这边是不是要来补充说明一下呢 好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字卡 这是我们独家DFJ的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呢 它上面就只有两个线 一个蓝色的跟红色的 那蓝色的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加全指数的收盘线 就是它把每天的收盘点 连成一个线 那这个下面就是我们运算出来的一个指标 那这一个指标呢 不要小看它 它只有 它只有数值只有0到100在跑 但它运算了 背后运算了 我们台股1800只股票 这1800只股票 它们之间的轮动 它们之间的强弱 它去做比较 去做评分 那当它评分出来低于50分的时候 它就会跟你讲 这个走势之后 未来下跌的几率很高 所以其实当它在18000多点的 高点的时候 也会发觉我们的指标数值 仍然低于50 所以其实这个指标 在这个股 就是在这一个大幅修正之前 它已经做出了一个 一个预测 基本上也不能说是预测 而是说它算出来这样的数值 跟我们投资人讲 这边有风险 这边有风险 所以这个指标 是目前我们能够运算 这个大盘最准确的一个指标 最后想请陈经理来帮我们说一下 对于东方进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规划 还有公司所研发的理财投资软体 要如何让技术再升级呢 是的 那作为一家公司 其实我们一直在往 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前进 那在前面提到的 AI这件事情 其实它非常的高科技 它需要很多的时间 资料 金钱去养成它 这个AI才可以完成 那现行 我们的系统还是需要人 人工去做最后的判断 最后的下单 那未来如果机器人能够做到 把这件事情取代掉 那投资事实就会变成我们一个重要 改善生活的管道呢 相信是的 所以我们公司的忠诚计划 就是利用我们的教学课程 去让更多人去认识到我们公司 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做了现在已经有的软体 那还有我们刚刚的模拟程式 让更多人去体验 去发挥它 那对于我们的资料 资料准备也会更加丰富 那股东呢 看到我们的知名度往上了 那他也会更有信心 那甚至有新股东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一起为这个目标努力 那当然在远程啊 我们希望能够踏出台湾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世界最有名的投资公司 其实是播客项 就是股神巴菲特在经营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打造 属于台湾自己的播客项 这个绝对对于我们 或是对所有 你今天有收到 收到这一档节目的人 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这肯定是 未来改善生活的 简单重要的管道 好 投资理财需要正确的心态 还有很多经验的累积 那么投资者 透过大数据的AI人工智慧分析 或许也可以提供一些理财的方向 但是投资还是有风险 当然也要小心评估 感谢来宾的分享 遇见大人物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